Hello 大家好 我是Gabriel 今天要做什麼呢? 不如帶大家來看看我們Dallas的condo 就是給大家看看 有多少層呢? 1 2 3 4 5 層 其實有五層 五層的condo 我們現在是最高的位置 今天就是我的客人 他們交收 其實這間屋比較近 一間大學叫做SMU 名牌大學 他們就要過來你一邊住 讀書等 所以我們就幫他們買了這個condo 給大家看看其實Dallas的condo是怎樣的 現在就帶大家去看看 所以你看到進來 剛才升降機出來 一直走走走走 這裡有14個unit 開門進來給大家看看這個condo 這個condo是一房 一個廁所 8427 為什麼你買這個condo 其實你一進來一旁 你已經知道了 它完全是開放式的 因為很多時候 現在這邊的condo 它是一間間 可能廚房間開 就不是開放式 看起來很空曠 另一件事特別 就是它這裡 你看到它 很多窗 所以它這個位置就很光亮 所以你看到這個客廳 就是這個客廳 吃飯廳 還有這個客廳 都是很光亮 而且它有一個小露台 所以如果有一個小露台 你可以出去 有時候坐在外面 讀書 有時候有朋友來 出去營養一下 東西吃 外面也可以 你可以看看外面這個位置 當然景觀的話 就不可以說是 因為它這裡是 都靠近city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就是 但是起碼都開陽 是不是 就是進來的時候 其實都不是很吵 然後你看到下面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餐廳 然後走過去 一走過去就是那間學校 就是SM那間學校 所以整體來說 所有東西都是很方便 當然了 我們買這個condo的時候 我們就叫它 揭曉了這些所有的家具 全部樓單低了 所以到時候它們要搬下來 因為是讀書 所以它來的時候 就拿一些鍋鍋餐餐 所有東西 其實都完全給它們 全部給它們 完全在合約裡面 叫它包起來 所以來到時候 簡直它是打包進去 你可以看到它們有 Dishwasher Sing 全部叫它 因為現在final walk 當然了 我其實已經檢查過了 所有東西都檢查過 乾不乾淨 因為叫它重新全部 全部洗過一次 抹過了 所以沒有塵 你看到可能 還有窗 全部都抹過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 它那個的廁所 你看到兩個Sink 是不是 然後就是 廁所 還有這個Shower 所以整體來說 這裡還有很多儲物的地方 是不是 還有很多儲物的地方 所以 其實一個人兩個人住 的話 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這裡 就有自己的房間 衣服 叫它 床褥就叫它拿走 因為想買一個新的床褥 所以不想再去這個床褥 所以你看到這裡 就有一個很大的衣帽 也是一個衣帽 所以簡單 但是一個好處 就是它要更新的所有的 不是床褥 就是你看到整個屋 就沒有床褥 全部都是這些 標誌的磚 就是木刺的磚 OK 順便給大家看看 那麼 下到你 你自己有Mailbox 之後呢 過來這邊 就有 你自己特定的一個車位 就完全是 有閘有性 那就比較安全 之後過來這邊 有一個好處 就是 譬如你要坐輪椅 那些人 有一個升降機 就可以給你坐輪椅 那這個就是一個大堂 簡單單單 但是這裡就沒有 沒有人會是在 就是沒有Receptionist 那些 但是 那就是那個 管理費力 都沒有那麼貴 那當然我們可以走了 那你出來的時候 進來的時候 你就要打密碼 然後讓大家出去 看看外面 那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出到來 其實你就會看到 已經是一個 這個電車軌的路 所以其實如果你住 這一邊那些 這一邊這一站 其實你就會比較吵 所以它不是說經常 但是問題是 你有來的時候 會比較吵 但是它有一個Dog Park 在那裡 有一個 給狗仔散步 但是你出來的時候 其實就很方便 你看到這裡 就是建一間新的餐廳 那裡的餐廳 餐廳 餐廳 所以如果你要吃東西 其實已經有了 之後你走過 你看到SMU East Campus 所以你走過SMU 如果你在East Campus 的話 或者你再去 就是 你走過又可以 你開車過去都可以 那其實就很方便 讓大家看到這個位 剛剛還有電車 因為打算帶大家來走 其實這裡也有一個散步徑 又是單車 所以其實也想 做運隊那方面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的Dogard 叫Tram 那其實就可以直通 到這個 有不同的線 那這個你可以直通 到到Downtown 那方面 那就是Red Line 其實它又不是說 就是這麼吵 那麼大聲的 但是沒有一次 最大聲的就是這些 這種 叮叮叮叮 所以其實這個位 你看到這一堆的話 就會 可能會受影響一點 那這個Condo 那每一個月的 所謂的HOA fee 所謂的小區管理費 大概是380元 那它方便呢 就是你走過 這裡就這樣走出去的話 就已經是那個大學了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因為這裡 我們很需要看 就是它旁邊 其實本身 它後面那個位 就是對著那個 我們所謂的Dogard 就是那個電車櫃 所以如果在那邊的話 我就不會 就是我不會建議它買 因為那裡就會很吵 因為火車 就是那些電車櫃 始終都會走 但是這個位 你可以看到 其實就比較安靜 如果多的話 可能就是 可能對時多的那些 車在那裡走 但也不是一個很便宜的街 所以整體來說 這個也很好 你看到它的設計 也都比較modern 所有東西配搭 它的Condition 保持在那裡 都OK 所以其實 還有這個 所以其實 最重要 就是每個Condo 其實也有一些 這個 當然它叫一個 熱水爐 但是它也是有自己的 獨立的Washer Dryer 這個很重要 你不需要經常走 因為你住Condo 你當然不需要經常走 要去洗衣服 那些東西 不方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在 我們Dallas 的一個靠近 叫做SMU 所以如果你想Google Map 你可以自己搜尋一下 叫做SMU的一個 學區附近 這個名牌大學 私校 學費是比較貴的 在物理這邊 就是你講 這是私人的大學 但是如果你喜歡 就是你想著 有些小朋友 想著會來 讀大學 想著在這裏買 你可以給我 知道 我可以幫你們留意一下 這個Unit 就是285萬 I'm sorry 就是285萬 285萬 去了哪裡 去了加州 不是去紐約 不是去紐約 不是 我們是285萬 便宜很多 是285萬 你就可以買到一個 840幾尺的 condo 來香港絕對買不到 對不對 在New York 你也很難買得到 有這麼好的情況 2008年的 這個condo 它有自己的 包括一個車位 還有 健身 但是這裡沒有鋪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到時候就可以聯絡我 我下次再帶大家去了解 多一些不同的 不同形式的一些房源 今次就帶大家來看看 這些condo 好 好